Hello 今天咱们来修一台笔记本 这是一台比较新款的雷神游戏本 配置还蛮高的 是雷神的Zero 4080版本 i9的处理器 可以说配置方面已经到头了呀 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 灯也不亮 这位老兄呢是看我之前的一个视频来的 他说和这台电脑是一模一样的型号 也是差不多的问题 都是不充电 也就是说电池可以开机 但是冲不进电 电源的电进不去 现在呢电池可能已经没电了 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 在机电流只有0.001 这说明电已经进到主板了 但是没有完全进取 没有到达公共点 还处在保护隔离阶段上面 他也给我发了几张拆机图片 确实里面主板上已经有烧焦的元件了 那我就先给他拆开来看看咯 先打开他的后盖 这一款的是液晶版本的 他的显卡上了是液晶的 电池的排线是没有差的 难怪不开机啊 那先打开来看看吧 他底下有液晶小心的取下上了去 看吧上面还有液晶 显卡上面 这么小的显卡 我觉得就没有上液晶的必要了吧 这个发力量能有多大呢 看这个液晶已经有点偏离了 但是还好没有漏到主板上面 像这种的搞液晶的话 效果大吗 更多的应该还是心理作用吧 总担心他会侧漏啥的 先把主板给取出来看看 他烧焦的位置在主板的背面 OK这个贴纸上已经烧了个洞了 贴纸都融化了呀 看来你很热啊 热就说明有短路 看一下对应的主板这边吧 这个位置我记得好像是他的保护隔离管 现在已经烧焦了 注意看这个管子啊 这个管子上面有一层类似于液体的东西 售后就是因为这个 所以说他有过禁业才聚宝了 要我看的话这个也不像是进水 这个应该是背面的贴纸 融化之后张在上面的痕迹 据保这个我就不多评论了 我要是有这么洒脱就好了 还是来修一下吧 那么保护隔离管为什么会烧呢 他肯定不会无缘无故的烧掉 那必然是公共电短路他才会烧的 先大致测一下各个共电的对地组织 测了一遍 组织均正常 CPU显卡应该还健在 那我们就要找一下他的短路点了 是哪个位置短路导致的大电流 烧了MOS管呢 先把他的液晶给擦掉这个王爷我也害怕啊 这个机组还特意跟我交代了 修完之后一定要把液晶给清理掉 这么小个核心 随便抹点上热就得了 我拿着放大金一顿找啊 主要呢 还是显卡供电和CPU供电这边 因为这两个位置 他的供电电流比较大 这个机组说他电子有电的时候还可以开机 那说明供电上肯定没问题 他可能是某个点曾经短路 现在又不短了 这个找起来还是有点麻烦的 希望能显眼一点吧 OK我发现这个位置有明显的发黑了 在CPU供电这边啊 放大来看一下 因为上面有这个涂了一层导热凝胶 所以看起来不是很明显 这个位置有一个电容已经是4分5裂了 轻轻一抠就掉下来了 说明原来就是这个电容击穿导致的大电流 然后电流一大 温度一高 电容直接炸了 然后就不短路了 不短路呢 但是之前由于大电流把保护隔壁光也给击穿了 自然就充不了电 这个电容位置夹在两个MOS管之间 不好下烙铁啊 不过没事 他在隔壁预留了焊盘的 这个应该是供电的19V绿波电容 还好他还是烧偏了一点把这个供电的MOS管给烧掉了 那今天这颗i9CPU就不保了 还蛮贴心的 在隔壁留了两个空的焊盘 这样子讲的话是不是就有点高情商了 我要是说你偷工减料设计了电容的位置不装 显得有点小人了 这个也是现在工厂生产的常见现象 他们设计上都有富裕的位置 各个品牌都一样 给他补上两颗电容 OK 电容已经补好了 拆了一个 我给你补两个 其他的位置再检查一下 没有在烧的了 一般一次只会烧一个 OK 故障的源头也解决了 那还解决一下这个故障导致的间接损坏吧 这个MOS管三个 三个保护隔壁管 这个网页集床的话 他电就进不去了 这个烧的有点 也是烧的四分五裂了 还张在焊盘上面 这个不好拆啊 不敢太用力 我怕把焊盘给扯下来 它底下都已经糊到一块去了 隔壁这个还是蛮好拆的 隔壁这个一吹就下来了 这个烧焦的还是得上点手段 这个MOS管也简单 就算焊盘坏了直接补线就好了 上面还有一层了 这个MOS管最底下还有一层也 张在上面了 也要给它抠下来 一层铜箔 给它掀开之后 下面才是真正的主板焊盘 烧了个洞 但是问题不大 没有烧窗 找三颗N勾道的MOS管 把它换上去 这种管子尽量找大电流 耐用一点的大功率管 换好之后 再来检查一下 功能点呢 肯定是没有短路了 看一下有没有 机窗或者是联系的情况 测试点两个机极都是通的 OK下面可以接电来试一下了 插上电源线 接上电源 现在的带机电流呢 就显得有点正常了 0.01 之前是0.001 现在这个电流 你看吧 灯都亮了 说明电已经进去了 功能点也有19V了 还有这几个广州的驱动电压 25V 也有正常生压 OK这个电路就算工作正常了 下面咱们可以给它装机来试一下了 就不给它上液晶了 这个网页你要的话我也没有啊 直接给它换这种硅制垫吧 拿剪刀剪成和晶体大小一样就可以了 剪的大了有点浪费啊 压边 湿膜 然后盖上散热器就算完活了 把电池给接上去看一下能不能充电 插电 OK上来就是0.2 先来小电流试探一下 和电池勾搭一下之后 直接大电流捅进去 4安多 又降下来了 第一下电流有点猛 进入状态之后就中规中矩了 这个电流还是有点大 可能电池真的饿坏了 好那咱们先给它装起来看看 为什么最近没怎么录视频呢 因为这段时间确实有点麻 一双手根本修不过来 看一下最近碰到些什么疑郎杂症啊 首先是笔记本 像这种的拯救者 工程机 像这种工程机是比较头疼的 连找个标识都找不到 说正式版的吧 他又用不了 还有这种的4090显卡 这种卡还在保修 但是现在的售后都不给保了 说是直接退款 大家也知道这个都涨价了吗 退款的话肯定是划不来的 但是呢 然而在保修的我也不敢放开的手脚修 万一大动一下又没搞定 又没有保修了 连退款都没得退了 还有这种七彩虹的 温度奇高 我觉得应该是伤了气坏了 整个有缘人 最近都在修啥机呢 啥都有啊 这是惠普的 惠普的暗影精灵 4567 都有这类显卡供电方面的通病啊 也修过很多了 玩着玩着会蓝屏然后掉显卡 但是有时候有经验也不是好事啊 经验主义也会放错误啊 这一段有点丢了 就不提了 看一下其他的吧 还有这种新款的惠普啊 11代的 11代的好像就没有这种通病了 也可能是我还没修到过 这个是屏幕坏了 新款的通病呢 就是屏幕容易坏 而且悲催的是这个屏幕坏了 还会导致不显示 他就过不了自检 屏幕也成了现在主板开机自检中重要的一环节 新手刚开始修这种故障的话可能会有点懵逼 他连大小写灯都打不了 谁能想到是屏幕导致的呢 这个列屏哥他屏幕也不准备换了直接外接当台自己用 其他呢比较多的最近还有天选 红米红米呢也比较少 红米好像卖的也不是很多 这边红米是降频问题 玩着玩着会突然卡死 降频 这种的话就是显卡方面的问题了 长时间没有清灰 隔壁这台也是红米 哎呀这个不开机修好了 现在能开机 但是显卡还不得进 哎呀这个也是掉头发的活 这个是战神 这一把 显卡供电通病 掉显卡 蓝屏 这种修了供电的还得多测试 我就怕他突然又掉链子 类似于这种供电的还有这个火影 说是火影其实跟神舟蓝天差不多 都是蓝天的模具 故障现象也都出奇的一致 蓝屏爆错掉显卡 现在换了供电之后测试都正常了 还是天选 最近天选短路的真的蛮多的 这边是舞台 都是短路 也都是显卡供电烧了呀 这不巧了吗 这一排电脑过来基本上都是显卡供电的毛病啊 还有戴耳的 这一款修的比较多的基本上都是显卡核心问题 显卡本身 不愣卡 换个核心就好了 3060居多 这个是华硕的换腰式 自己清灰后不开机 这个小铁片懂得都懂 这台雷神呢 我插电插了一晚上 电量已经充满了 充电正常 开机也没问题 开了一晚上的电池局都能稳稳的运行 把电源拔掉 电池也可以正常放电 充放电都正常了 给它烤机来看看温度吧 放的是硅置电 但其实温度的话也算正常吧 跟我这其他的游戏本温度比起来也是不相上下的 不知道液晶的话会不会温度更低一点 其他的修的比较多的当然也闹不过小铁咯 小铁几乎天天都在修 小铁今年上风严重了 感谢黑胶感谢低温锡 还有我最爱的拯救者 我刚刚随便拆了一下 四台 两台九千 两台七千 三台AMD 一台英特尔 OK 今天修的最后一台机 是这个不充电的天选 这个就不是短路了 电路问题 不充电 现在换的芯片已经有升压了 这个就是保护隔离管的24伏升压 它的问题也是不出公共点电压 换完之后我们给它装起来 已经有明显的充电电流了 充电灯也都亮了 今天修到这里也应该歇一些了 脑瓜子已经有点晕了 刚刚焊个芯片好学没把第一脚给对反了 开机 电池也没电了 等它慢慢充一会吧 我已经很久没有干到这么晚了 本来说每天留两个小时 把那些疑难杂症都给研究研究 但是今天真的没时间研究了 这边还有几台修不好的 也不是修不好 找不到问题的 又不敢冒狼下手 今天到的还有几个没修完 这个只能留到明天再干了 已经不再年轻了 少年 昨天那几台拯救者也都差不多搞定了 这几台呢都是天选 拯救者嘛 无非就是CPU南桥 CPU南桥 修拯救者 你只要会做BGA 就能解决大部分问题 感谢AMD散泛池 这台刚刚修好的天选 也能逐渐冲进电了 还好没摆忙活 下班前呢 都得把电给关一关 有时候忙的时候还得帮忙打包发货 凌晨的马路上风还是有点大的 当然了 刚刚只是明面上的工作做完了 暗地里还是要搞一些副业的 这一副业 当然是可以重新«设断 我们可以继续 这一副业 那么 就对了 这一副业 有重我们AKE 输了